长月精明近期热播中 龙一熙白鹿两人在剧中经历三生三生虐恋 剧情虐到不行 不止主CP副CP也是虐爆 而除了长月精明 今年有不少部虐恋题材的代博仙侠陆剧 包含肖战搭档仁米主演的玉古瑶 以及杨子搭三位男性的长相思 等期待值也很高 以下为十部虐恋仙侠剧推荐 长月精明斗瓣6.2分不如预期 玉古瑶长相思期待度高 虐恋仙侠陆剧推荐一 龙云系白鹿长月精明 龙云系白鹿二大合作的古装剧长月精明 开播前热度很高 不过播出后评价不注意期 剧中浮化直接拉垮整部剧的质感 日前豆瓣开分只有6.2分 以大制作的电视剧来说 这评分完全是不及格 真的是蛮可惜的 长月精明的故事其实蛮有看透 原著设定很虐 男女主角经过了三世虐恋 魔王的人设代改 如果好好制作的话 应该能有更好的成绩 虐恋仙侠陆剧推荐二 陈兴旭李兰迪星罗宁成堂 星罗宁成堂也是有点被浮化拖垮 陈兴旭李兰迪的演技都在线 这次在剧中也是正常发挥 但仙侠造型却不适合他们 两人在剧中是欢喜冤家 相关后爱的设定也很有趣 再加上陈兴旭一人分饰三角 角色间的漏差又被诠释出来 这点很加分 不过老实说陈兴旭大理兰迪的CP火花 有点不足 反而剧中副CP更有亮点 而且最后结局是B 明明应该要虐酷大家 但收的仓促杂乱 反而让大家满脸的问号 虐恋仙侠陆剧推荐三 徐正希 杨超越 虫子 与星罗宁成堂同档期的虫子 开播后热度算一直都很高 但评价却意外的差 豆瓣只有4.9分 作为主演的杨超越 演技撑不起角色 激动起来五光乱飞 只会瞪眼督嘴 在网上被狂吐槽 而且虫子的故事跟花千古很像 两部都是师徒恋外 女主也都因为爱而不得入魔 不过虫子的剧情没太大新意 有点为女儿虐 这点蛮可惜的 《虐恋仙侠陆剧》推荐四 《肖战 仁米 御谷遥》代播 有《肖战 仁米》 剧院的御谷遥 从去年就传出要盯到 但今年依旧是还没有新消息 不过这部在平台逾越 已经突破了四百万 大家都超期待这部剧 《御谷遥》除了是仙侠剧外 两人在剧中的关系也是师徒 感觉设定非常好刻 而且远助故事虐到不行 让人好奇剧版会如何呈现呢 《玉谷遥》剧情讲述 孤高清冷的空桑皇太子石颖 及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朱颜 因依依花之恩结下命结夙缘 石颖陪伴朱颜成长 两人共同守护空桑王朝的故事 目前剧组释出的物料依然只有剧照 只能期待这部今年能顺利叮当了 《虐恋仙侠陆剧》推荐舞 丁语系《杨超越》七十吉祥代播 除了从此外 《杨超越》今年还有另一部仙侠剧 七十吉祥 搭档的是定语系 两人之前在综艺上的CP火花就不错 这次一同演电视剧 让不少CP粉非常开心 而且他们在剧中一样是欢喜冤家 跟节目上的关系很像 感觉本色演出效果就会不错 再加上七十吉祥与苍蓝爵 是同个制作公司出品 幅画质感应该也不需要担心 七十吉祥剧情讲述月老阁仙女 祥云和卯日新君弟子初空 因误会冲突 扰乱三界姻缘 被玉帝打落坊间 经历七世情节的故事 《念念心下路》剧 推荐六 杨子 张婉逸 邓维 谭剑刺 长相思 代播 有杨子传的长相思 算是今年S家大制作的古装剧 Cast阵容非常华丽 是部大女主剧 大藏的三位男性 张婉逸 邓维 谭剑刺 今年的热度都不错 再加上古装扮相好看 大家的期待值也很高 长相思剧情讲述 皇帝女儿的轩辕王姬 将女儿九瑶 降在玉山王母身边 但她在大战中战死 九瑶等不到亲人来接 对父亲新生误会 逃离了玉山 经历了种种磨难 最终隐形埋名 女扮男装 做名医生 闻小九的故事 而在原住中 三位男主都爱上了女主 这设定感觉就会非常的虐啊 虐恋仙下路剧 推荐七 王和帝 虞树心 苍蓝爵 去年爆火的苍蓝爵 捧红了一票主演 剧情紧凑 节奏快 也没了演技再现 再加上幅画质感好 兜白也开出了8.1的高分 王和帝 虞树心 在剧中的CP感爆棚 每个对视都超游戏 不过前期互动有多高天 后期就有多虐 两个人都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 简直要把观众给虐到哭 还好最后结局还算是个HE 没让粉丝留下遗憾 其实很多剧 剧播完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然而灿烂爵卷还要花好月圆夜 而且主创人员还那么给力 男主女主依旧让人沉浸其中 磕倒戏外 反观曾经某部仙下的见面会 剧中外的死去回来的男主女主 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某部现代演技 剧播完之后 粉丝连男主女主的名字 放在一起都会大声反对 一笔之下 更加觉得 这部剧的演员 怎么素质这么高啊 《虐恋新下路》剧推荐八 陈奕 杨子 陈湘如蟹 陈湘如蟹播出时 与苍蓝爵装荡气 所以热度不算高 但这部剧的虐度 也完全不输苍蓝爵啊 基本上陈奕 这样的角色都是美强惨 与杨子在剧中 几乎是全程互虐 丝毫没有想撒糖的 两人相爱 但无法和对方坦诚 但又默默的为对方付出全部 而且越遮到后期 两人就越虐 最后也是大家 预期的逼一收场 不过剧组还算是有点良心的 后面推出了番外片 留下开放式结局 才让观众们释怀了一点 这部剧最大的优点 就是陈奕和杨子 精湛的演技 尤其是陈奕老师 他一人分射三角 把三个角色的特点 都很好地拿捏住了 高冷的阴渊帝君 鲜活的捉妖师唐舟 封闭的修罗王玄夜 每个角色都极具特点 表演非常丰富 有层次感 可以说如果主演不是陈奕 那这部剧会失所太多 而且很多人就是冲着陈奕 来看这部剧的 或者说纯粹就是冲着 他的颜值来的 当然陈奕最终 也是受益最多的人 这部剧一播出 更加奠定了 他在电视剧市场的影响力 他的演技 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本人也收获了更多的粉丝 女主角杨子的演技 也是非常彻赛的 他把眼淡 灵动活泼的一面 演绎得非常到位 特别是在凡蟹片 他那一份活泼可爱 就是全剧的搞笑担当 也是整篇悲剧当中 让人稍微心情愉悦的所在 我猜测 这也是他目前演技 表现最好的作品 除了演技之外 本剧的人物造型和场景布置 还是非常有美感的 成衣三个角色加起来 应该有几十套衣服了 可以说剧组是相当的用心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剧里面随处可见的 东方美学和对称美学 这也是本剧的一大亮点 虐恋仙侠录剧推荐9 成衣 原品妍 琉璃 现在虐三十虐七十都不够看的 琉璃真的算是经典的仙侠虐恋 虐恋了十生十世 没有比这部够虐更惨的仙侠剧了吧 成衣在剧中饰演的斯凤 每时都爱上了玄机 但千九十都是悲剧收场 然后到了第十世 终于成功帮他进化了身上的力气 不过也没有高天后洞 还是虐到最后一刻才有HU收场 虐恋仙侠录剧推荐10 养子 邓伦 香蜜沉沉进入霜 香蜜沉进入霜 也是指田开头集结尾 中间的剧情几乎都要虐哭观众 特别是邓伦善的旭凤 被锦觅误会成杀父仇人 锦觅亲手同旭凤一刀的那一幕 真的可以说是名场面 而旭凤心灰意冷 坠入魔族后成为新一代魔君 虽然他处处为难锦觅 但其实他还是爱着他 后面仙魔大战士 锦觅为了救众生而死 虚凤在世间苦寻等待 才终于等到锦觅归来